早餐想不想来点不一样呢 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 这里谈的话题有够变 更厉害的是 这里的主厨向调龙 你想要的我们都有 杯碟早餐 堂香龙权威掌厨 明星期五准备过周末 但是这个周末呢 一定全台湾各地呢 如同战场一样 乒乒乓乓的打打杀杀 好这是在投票日之前的 最后一个周末 我们俗称的超级周末 那一个Super Weekend 一定所有的后 所有大部分的这个参选的 不管是政党或者候选人 大概都会把自己的 绝大部分的子弹呢 在这个周末都打完 那所有的能量 大概都会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宣泄完毕 所以即使呢 它会是一个天气还不错 比如是今天呢 天气呢会 尤其北台湾地区 天气会回暖一些 那比前几天呢 稍微凉的那个天气来讲 这个周末呢 应该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周末 好但是呃 今天好了 因为封面的通过台湾北部海面 下午开始呢 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增强 那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呢 马祖呢 有短暂阵雨 东部呢 其东南部地区呢 也有凌晨短暂雨 那明天 那这个17号 因为周末了哈 那17号 东北风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地区呢 天气稍微凉一点 那台湾的东北部 其东半部地区呢 会有局部短暂雨 好嗯 除了天气之外 另外呢空气 空气的话 今天 你会要多关心这个 是 我天天都在看 真的吗 今天只报 好坐 坐在我旁边呢 虽然 虽然我认识他很久了 但是我第一次 以今天的身份访问他 今天以韩国瑜的老婆的身份 访问他 以前访问他的时候 都都是维多利亚的副董 副董 我不能叫你校长 因为你不是校长 对我不是校长 副董 好那过去来的时候呢 都是云林的维多利亚学校的副董 那维多利亚学校的副董 嗯 我记得我维多利亚 我曾经访问过你两回 对不对 是 我第一次访问李嘉芬的时候 到访问结束 到我第二次访问你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李嘉芬 跟韩国瑜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认识韩国瑜很久了 那可是 我其实访问李嘉芬 坐到我面前讲个半天 我其实很迟钝 对不对 完全没有 我觉得这样子很自在 对对对 我就觉得OK 今天李嘉芬来 我就是 我就谈教育 我就对维多利亚 这学校很好奇 早在你没有来之前 其实我对维多利亚就很好奇 因为说云林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学校 虽然我对云林不熟啦 但是总是还有一点点认识 我想云林怎么会有这样的 一个私立小学 办在那个地方 好吧 后来呢 我们制作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维多利亚 有广告呢 在非碟 那我就请我们的制作 待会儿去了解一下 他说 那个学校很特别 它是云林的唯一的私立小学 对不对 对 唯一的私立小学 好 那我说好 那如果有机会 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呢 在谈教育问题 从小学了到大学了 我都关心 好 那就请 那就访问李嘉芬 可是访问李嘉芬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意识到 就是说 李嘉芬跟韩国瑜 或者跟地方的政治呢 有什么关系 我好不容易 有这样子的感觉 终于解脱 对 那个时候 我相信你那个感觉是对 李嘉芬 没有真知真真好 第二次在访问你的时候 我忘了念 那次是谈什么 大概是谈IP教育吧 是 我记得 我们也谈了一次 对对对 因为我对IP教育 其实很好奇 也很关注 我觉得这也是 现在的重要问题 甚至于 韩国瑜如果当市长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他对高雄市的教育 会很有影响 以你的办学的背景 我觉得这倒是高雄市民 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们在云林办学 已经非常有经验 这个经验 我相信会 会对于未来韩国瑜 在高雄的教育上面来讲 会觉得启发 希望 好吧 但是第三次访问李嘉芬的时候 我不能再叫你李嘉芬了 我要叫韩国瑜老婆 韩太太 好 这个 要跟李嘉芬谈谈政治 我还真的觉得 有一点点怪怪怪怪的 因为以前都谈教育 好了 不管怎么讲 今天坐在我们今天 录音间现场的 那是现在 他就国民党籍 高雄市长的候选人 那最近的话题性声量 非常的高 把几乎所有的 台湾的选举的话题 跟所有候选人 都产生了 很激烈的覆盖的效果 那韩国瑜的太太 李嘉芬在我们的现场 欢迎 谢谢 向龙好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今天来我觉得也比较紧张 是有一点 因为我觉得当李嘉芬就蛮自在的 可是当韩国瑜的老婆 其实就会让我神经有点紧绷 我刚才 但我在 我们同时 你除了听到 非得早餐的声音 你可以透过收音机 你可以透过网路 你也可以透过 Facebook的直播系统 你可以开始认识 坐在 非得的录音间里面的 我的来宾 李嘉芬 过去你可能 对 我都听李嘉芬 谈过教育 我听过维多利亚 但是我也不知道 李嘉芬是韩太太 好 那今天的韩太太 在我们的现场 你可以开始认识一下 韩太太 我刚讲说 李嘉芬应该注意一下 我现在注意的事情 是今天的空气品质 我一直在看南台湾 对 空气品质的部分 我为什么 你长时间 其实我知道 你们也都会听飞碟 对 你知道我盯这个东西 盯了很多年 从2011年 当世界卫生组织 把PM2.5 摆进了 就是一级致癌物的第一名 列款之后 开始注重PM2.5 定出指标 我就一直在关注 这件事 那你今天看到的 南台湾的空气品质 一大早这么糟 对 一大早就直报 一大早就这么糟 你看到的这些红灯 这是高雄市 对 高平地区 高雄市 那这是台南 高雄市就已经是这么糟 所以将来 韩国瑜的困难 是在他当选之后 我很诚实说 我在两三个月之前 我就说高雄选举已经结束了 龙女太爱 这个我认为对李嘉峰来讲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件 好消息 他的生活会阴扯大乱 好 但是选举其实结束了 但是选完了之后 高雄市 高雄市如果不是因为高雄市百飞待局 韩国瑜以我认识他20多年 韩国瑜好有魅力 我说拜托好不好 韩国瑜那个样子 我又不是没看过 20多年前就是那个样子了 什么什么魅力 你不要骗我 但是就是现在的高雄的气氛 高雄的气氛会使得 韩国瑜这种的个性 以及他那种哇啦哇啦 反正有话就讲出来的个性 那会让高雄市民觉得眼睛一亮 就OK希望来了 好 那我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了 就是你对韩国瑜的参选 当他要投入选举的时候 我猜想李嘉芬应该 应该百般的不愿意吧 我觉得为什么他的起步 都会让我非常的 从那以前事实上他第一次 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第一次进入政坛 几十年前 几十年前 我觉得我好像讲一个老先生 对那时候在新北市了 对对 其实我我不晓得为什么 这就是我这一次他又要 重回政坛的时候 其实当然很多人会有预 就是他自己也先预告 半年后他如果在那边就任 半年后他就会对于他 参选与否做一个表态 然后大家觉得时间到了 你为什么没有表态 然后再过了一个月 然后又没表态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那当然他也不太愿意去告诉别人说 因为那个压力是来自于老婆 所以他当然就讲了一句 被女性骂死的电话 就骂死了 他就说男人以天下为家 女人以家为天下 就大家都开始骂他 好大胆哦 他敢这样跟你讲 是啊 但他要实践呢 但是问题是 这话我们都不敢讲 真的 男人以天下为家 他都说他不怕老婆的 那好 OK 那我不要想着 当然稍微八卦一下了 在他 他要参选的过程 他是怎么跟你沟通的 家人是怎么反应 他其实不太敢面对我 他其实不敢 不敢讲 他知道我打从 脚趾头的每一个细胞都反对 为什么 当然一个就是 你如果再进政坛 我所有的生活已经大乱了 事实上从他北农开始 就会让我觉得 我真的是那种 对政治的那种 现代的那种恶心跟厌恶 可以想见 是比几十年前要来的严重 我觉得以前还有一点 你觉得你理想 或许还可以有些实践 可是从北农开始 我其实对台湾的整个政治环境 我只有恶心两个字 真是恶心 为什么呢 他在北农的评价很好 但是问题是他后头 你说最后面 最后面 事实上他在进行 整个北农改革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多少会有阻力 可是我觉得他还能够放手去做 可是从政权转换了以后 事实上他从政权转换了以后 就开始有人来问 那个董事长 那个总经理的职务是怎么样啊 什么时候可以下来这样 就一直要那个位置 那我先生那时候开始也是很放心 他绝对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任期制 时间到了他就离开了 可是也没有想到后头铺天盖地的打 那整个就卷进去 所以我一听到他又要去 又又又是要在高雄那个地方 事实上从他要去上任主委 我就不是很同意 我觉得他本来还有另外的发展 可是我觉得可能在他的心里头 他总会觉得他对这块土地的 不敢讲说他那个使命感 可是我觉得他心里头就有种说不出来的那种理想 有一种好像从年轻到他现在已经是 只是这把年纪了 我觉得他始终没有办法忘情 他好像可以做一些改变 他是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韩国瑜除了对你的心没有变以外 他还是有一些改变 你知道他他16年前他推出侦探 最后一个访问他的是我 我有印象 他上节目看看儿谈 讲的我就觉得就是那种 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了 16年后他重出政坛的时候 第一个访问他的也是我 我不是刻意安排 我想说这个人怎么又回来了 好所以他那时候去接高雄主委的时候 我也有点惊讶 因为16年前我访问他那个记忆 我认为他大概对于这种参选的事情 应该不会再起心动念 好所以我也猜想他一定经过家里面的 某种的家庭革命 这个人尤其是到高雄 高雄我昨天在跟陈凤馨在节目里面 我们在聊 陈凤馨说 我就问因为陈凤馨是高雄人 他对高雄比较了解 他就讲说是谁推荐韩国瑜 韩国瑜的我知道韩国瑜 但因为你们是云林人 他对云林当然是熟悉的 以前在新北市参选 我记得最清楚 他每次都要回云林去擦旗子 他把竞选旗子擦在云林 他就说哪有这种人 你在台北选 在云林擦旗子干什么 所以我认为韩国瑜 那个时候就有北漂的概念 你说他今天在讲北漂在炒作 不你看韩国瑜当初的选举 他就是有北漂的概念 你很细心 对就云林同乡会在台北是最大的同乡会 所以他就有北漂的概念 就知道很多中南部的年轻人 他被迫需要到台北来讨生活 好但是毕竟除了新北 他的根据地云林之外 没人会想到高雄 高雄是照陈凤青的讲法 是第一个杨秋千听到的时候 眼睛一亮大力推荐韩国瑜 如果韩国以后被卡在高雄 盲在高雄 你要知道凶手是谁 杨秋千是第一个 第二个才是吴敦毅 好那这两个是凶手 可是高雄 当初派他去高雄的时候 他没有犹豫吗 因为高雄毕竟在地缘上面来讲 跟他不是这么的亲近 他除了当军人的时候 站在地方以外 他其实在选当主席的时候 他因为就全省跑 全国这样跑 然后到了跑到了高雄 他其实那个时候 选当主席的时候 就一直不断在探讨高雄 回来也会不断去提高雄这个地方 那他会觉得 奇怪高雄怎么变成这样 我们印象中的高雄 总会觉得他是台湾的第二大都市 所以就就是一定会有一定的荣景 可是他回来讲的时候 他自己就非常讶异 那当然还要加上政治的那种氛围 所以其实他当时 我要重复一下 他当时是说 如果我当选党主席 我一定会把自己派在最危险的地方 结果大家都去除前面那句话 大家就去除前面的那一句 就把后面那一句拿出来 说你看韩国瑜 当时就是你要去 我都觉得为什么 掐头去我的拿那一句来外说 我告诉他说 你不是党主席 你为什么要去那么辛苦的地方 那我觉得 只常常套利他自己说的 雄性动物的本色 好像他就觉得他进步奇迹 好像别人认为说 那个地方你是没有办法经营 我就做给你看 他又有那种不服气的 不服输的那种精神 他有这种有时候心理状态 所以我说都讲一讲就喜欢 哎呀 就反正一般夫妻的也是会生气的 我就会说你需要这样吗 你怕全天底下的人 你在意全天底下的人感觉 你就是不在意你家里面的 这个老婆的感觉吗 真的是 然后讲到讲到这样子 他还是不在意 他就没讲话呀 他就没讲话 好那那女儿呢 两个两个两个可爱漂亮的女儿 我知道现在他们都全力的在帮爸爸 韩冰也因为韩国瑜的参选 韩冰突然间变成是一个符号 大家都开始在讨论韩冰是谁 那注意到他身边的这女儿 帮他做很多的年轻人的这些的操作事务 那女儿的反应呢 当然反对呀 当然反对 我们全家没有一个赞成啊 通通反对 那最后他怎么过你们这关 不理你们他敢吗 他不理我们的话 那出了大门门就锁了 OK 其实他不是 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在意家里面的人的想法 但是他知道我们都非常反对 所以他一直不敢面对 所以其实后头 我知道高雄很多人把他骂死 所以为什么这么扭扭捏捏 斥斥不表态 那因为他没有得到家里面最后一关 就是说没有得到家里面的赞同 或者是说支持 我觉得如果我们坚持反对 如果我们当时坚持反对 我认为他不会选 但后来你们同意了 同意除了 当然选举确实对候选人 一些候选的家庭 其实都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一定会有很多各种的有 有的没有的莫名其妙的事情 就在韩国瑜他现在自己都必须要讲 说他现在是黑道 他是色情狂 他是中共的同路人 各种的标签 那个很难听 你有时候觉得听得会很生气 可是好像大家都被迫要接受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政治很恶心的一部分 但是我猜想他要去参选的时候 李嘉芬心里面应该也有想过 没关系啦 就半年而已 反正不会赢的 我倒也不是这样想 真的吗 真的其实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到最后会点头 是因为我女儿说了一句话 哪个大的还小的 大的跟小的当然就每天 因为我们事实上那时候刚好也孩子入学 我们就陪孩子孩子去上学 就想去看看环境 然后我们就把他关起来 就哪里也不让他回去 回台湾甭想 就把他关了一个多月 本来想把他关到登记之后 其实如果这招会有用啊 那要不要把他关注呢 其实后来因为他就 我们家里面的人 当然彼此都会非常在意对方的情绪 他就会一直问我说 女儿怎么了 心情不太好 然后当然会看我有时候又 就是脸色也不好 然后大家心里都是会七上八下 就是一定会这样子 阴晴不定 后来 后来 后来女儿跟我说了一句 说嘛算了 我看我们别坚持了 他都六十了 你就让他人生就再任性一次 好 因为今年是戊序年 在我们的岁次是戊序年 我在年初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在中国现代史上 每一个戊序年都出大事情 今年最大的事大概就是韩国 每个戊序年 一定都会出大事情 六十年前的戊序年 就是八二三炮战 在六十年前 就是清朝的戊序变发 每一个六十年戊序年 都是一个大的转折 今年就是韩国瑜 好 他参选 那整个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你参与多少 因为有一些的 有一些的候选人太太 是会站到非常非常前面的 到现在有一些候选人太太 你可以看到 站得非常的前面 而且会参与新闻 连妈妈都写下来 那但是大部分的候选人的 另外一半 我觉得啦 其实对政治呢 都是退避三三色 进而远之 能不碰就不碰 那这场选举 我们看到女儿 看到寒冰啊 等他们站在前面 你呢 我其实 我其实刚开始 他就是一直安慰 我说 不会不会 家里不会有什么改变 你还是一样 忙你学校的事 我心里就想 真的吗 真的吗 他骗了 对不对 对 他一直都骗 我被骗了 只是你 然后 就是 我一直都还是真的 我本来是前面 前段还是都忙着学校 然后总是觉得 好像抬头 比较不经意看看他 有没有什么样 有没有注意 我是到什么时候 才开始注意 就是 有一次 有一次我爸爸就说 他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 他确实瘦了很多 瘦了很多 那我 我那个时候才觉得 因为他本来就不胖 我后来我就说 那有一次 我说 你站上体重机 我看一下 一磅 不得了 只剩62公斤 那本来呢 他本来还有68 OK 68 差不多少一成 差不多还合理 以我认识的这些参选人 对 可是因为他没什么本钱 可以瘦啊 而且 我以他的年纪来讲 一男生 六十几 真的太少 因为他刚 他大概六十 那时候他回 他下高雄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我女儿还开玩笑 说你看妈妈 我把爸爸养了胖胖的 我在猜那个时候 应该有69块70 所以等一下 等于是一口气 几个月之内走降 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才会跟去看 去看了以后呢 我发现不得了 那个行程是从早到晚 连吃饭时间都没有 我后来就告诉他们这些 我就帮他们安排行程的人 我说你们可以这样折腾他吗 高雄这么大 我知道他来的时间很短 你们都期待他能够到处 最好每个地方都到 可是你不能这样子 安排一个人啊 因为我们在台北 看天下 你要知道高雄 比台北大很多很多 大很多 而且有很多 连交通都不方便 对 你往那马下 山区那个地方去 那是真的非常的偏僻 所以 我看到那个过程 我才觉得 慢慢的我想 哎呀 我本来就想 我真的天真的以为 我这场选战 我可以从头到尾就不用出面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OK 那你 那你现在 现在在他身边 扮演什么角色 也是会照顾他起居啊 就变成得要去注意他的 整个所有的 所有的起居 还有能够协助他的一些 一些协调的工作 就是说 他 他们有需要我出去拜访 然后就会做 刚开始是做一些私下的拜访 那后头慢慢就变成是 有一些菜市场啊 他们就觉得 大家一直在路战路战嘛 那觉得好像 候选太太好像应该要尽一份心力 我觉得大家都忙成这样了 我问你啊 因为我们也认识蛮久了 我看着李嘉芬 看那么久 我很诚实的问啊 韩国瑜哪一点配得上你 我认识韩国瑜这么久 我现在忍不到 韩国瑜到底哪一点配得上李嘉芬 为什么这样问呢 你这样问的话 我不知道那些 到时候那些韩粉会怎么看 我想知道 那你当初看上他什么 看上他什么 我就还要回想几十年前 其实我觉得他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 我就是看到那种 想要进政坛 然后呢 非常有理想 对整个政治勾勒出来 那种雄心壮志 希望能够有一番作为 因为他以前那时候还在读研究所 然后我们家长期从政 那时候选举 我那种辛苦 还有那整个家庭 那种那种不正常 对 所以我就在旁边看 我心里想 给我一个人笑 我那时候心里在 因为我访问他老板 他一直在讲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 给我一个人笑 给我一个人笑 真的我就是 所以我才会跟他说 你如果不是 就我觉得反正你如果是 我朋友的话 我一定会大力赞助你 但我绝对没有想到 他会成为我的先生 那是一个意外 您讲意外 就让大家很有想象的空间 好了 因为我昨天的这个时间 我访问 访问台北市长的候选人李希坤 是 那李希坤也是从心生分事 他也是在从中和出来 讲到韩国瑜 他说 我当年第一次参选的时候 你知道韩国瑜在干什么 在帮我发传单 是他们那时候研究所 对 然后教授参选县长 那个时候 我是李希坤的学生 对 我跟你老公的年纪 其实没有差多少 所以韩国瑜 其实我认识他非常久了 我这方面来讲 大家会说 韩国瑜好有魅力 我常常讲说 你骗谁啊 我认识他这么多人 他就是那个死样子 那还有什么特别的魅力 只是高求需要拯救而已 好坐在我旁边 韩太太 李嘉芬 我的老朋友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你加分聊 你剩4分50秒 你先收听的 非得莫王非得早餐 我是谭教楼 那我刚刚提到的空气品质 今天的双北地区OK 都还是绿灯 在台湾 双北的情况 即使现在有东北季风 双北的空气品质 跟花东地区都还是绿的 但是你从桃园 从新竹以南就开始黄灯 台中的最近因为 因为是花博兰 把几个电厂关掉了 所以勉强亮黄灯 否则这个地方大概都会是红的 然后从云嘉南到高雄 就是都是红灯 基本上这种天气 高雄人根本白天都不要出门 体育课都不要上 像你们办学校的 我记得我跟你讲过 这种的空气品质 对办学校来讲 需要是非常的辛苦的 你怎么让孩子上体育课 好 我旁边的李嘉芬韩太太 那在一个礼拜之后 你大概就是高雄市长夫人 那接下去要做的是事情 你有那么想过 如果他当市长了之后 你对高雄市 你要参与很多吗 还是市长的事情 就交给韩国瑜就好了 我觉得市长的事情 就应该交给他自己 我不会去想去 involve他在市政里面的 很多的工作 除非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否则我觉得那是他的 那是他的角色 可是我虽然是他太太 那我毕竟不是市府里面的员工 我觉得我觉得我应该是 如果他愿意我在教育上 是一个类似consultant的角色 咨询的角色 你应该可以给他非常多意见 对我可以提供一些 但是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会在市政上 去做任何的 去什么指挥 好我们回到 回到高雄市的选举的 现在的情况 你们家这口子 你也看了好几十年了 除了头发变少之外 有什么变吗 就是那个样子 30年前我看到韩国瑜 我跟他聊聊天 他就是他就是讲话 他就是很有热 你就觉得他好像很急着想要跟你讲很多很多话 他就是一个很有热度的人 对 大概就这样 但是所以16年前 当他17年 当他已经有点异性蓝 但是我觉得那个蜡烛好像快熄掉了 他要转移他这个阵子 他对政治还挺很失望 可是今天 这样子一个 吉思念我看他就是那个样子的人 今天到了高 丢到高雄之后 突然就好像丢了一颗原子弹一样 你现在看到他到哪里去 每个人都想要这样子摸摸摸他一把 摸摸他的头 然后看到韩国瑜那样子叫 然后喂了韩国瑜 从不只是从台湾各个角落 从世界各地 我在10月份的时候去华府 去跟那边的侨胞 那做了两场的演讲 我以前说侨胞们他们也都发动了捐款 给台湾的这些的候选人政党 那那个一个捐款项 很多是开支票的 我跟后来他们当在整理那个捐款项 我有看到 里面上面的每一张 都是给韩国瑜的 真的吗 几乎没有一张例外 那个时候 所以在 在那个时候 我就想就是他 他在这个时刻 他对于对于许多关心台湾的人 产生一种很特别的召唤的效果 好像有一个mission 大家要完成 而那个mission到了 我们必须要on the way 往那个mission上面走 那这个召唤在最近的选举 比如三三三 三三的这三场的召唤势 看到一场一场一场 第一场的时候 我们把三 我们最近把三场的分析 第一场的时候 你很明显的就是 不太有经验 对于会来多少人 场子该如何去布置 没有很周到 但是人非常多 到第二场 骑三比较偏 比较偏的时候 但是准备的就比较好 包括很体贴的 晚上八点多就结束了 在台北什么时候 看看到过八点多会结束 笑死人了 拜托 那你很偏僻啊 对 一定杀到十点 已经截止 还不停 想办法用各种的方式 聊聊天会 等等继续给你 给你搞 搞到半夜 好八点多就结束 到前两天的 前天的凤山 那那个 那基本上面 就整个就炸开来 是 你老公变成是万人迷 你那不会很困惑说 他到底在红什么 是啊 对对 每天在我们家里面 我每天回到家里 当空气的 我很怕 我其实很怕人 很怕被 他被神格化 真的吼 是 我觉得我常会回去 所以我回到家里 我是 你是人 讲废话 我说你是人 我每天都要把他打回人间 这样 这样子的一种的 因为人 人在那种气氛里面 当他 我看他 看他前天 他也感动 他也掉眼泪 对他那个人来讲 公开场合当中 那样子 有点哽咽 其实也不太容易 我知道他个性 好 那 显然那个气氛 他觉得 哇 怎么会会到这个样子 那 这种气氛 对他有任何的改变吗 其实还好 其实真的还好 我觉得 我常有 我觉得他这个人 就是 我有一次就开康 我有一次我就这样看着他 那时候是 他还没到北农之前吧 还是到了北农 我忘了 他在北农之前 快去北农了 然后呢 他晚上呢 因为在忙 忙完以后 他就说他洗衣服 他就把我洗衣服 晾衣服 然后他在晾衣服 我就说 我们两个就一起在亮的时候 我就这样看看他 我就说 你蛮 蛮了不起的 他就以为我要说什么 他就说 你蛮了不起的 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 他说 你是在称赞我 还是在讽刺我 那你到底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就不想又说了什么 然后就是非常热血 我常常开始觉得很奇怪 他好像那个心智 没有随着他的年龄 好像有什么老化 或者对人 每个男人的心里 都住着一个小男孩 我终于相信 对 但是我觉得他最大的改变 是在于他的脾气 他以前是非常容易暴冲 没错 没错 他以前忍不住的时候 分贝会比现在大概再高个三十度 对 他很容易暴冲 他会去打沉睡饼 好吧算了 然后他 所以他 他其实到最近 他最近一次发大脾气 其实就是在段义康那一次 我晓得 那发完脾气呢 那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发这么大的脾气 然后等到回到家里 自己看到电视 然后就说 哎哟 好可怕 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我就想 我就说你几十年前 你常常这个样子 可是他 我觉得他现在开始 经过这十几年 十六七年的沉淀 对他来说 真的是很大的收获 我觉得最起码 他真的看起来 像一个那个 脾气上比较像六十岁的人 这么多人从 从高雄各个地方 你看他每一场的造势活动 你从那个大众运输工具的 那个情况 那以及摊贩 高雄摊贩 几个月前 我就讲 从他第一场造势的时候 高雄朋友就跟我讲说 高雄摊贩觉得他们的机会来了 真的 以前他们觉得连周末都赚不到钱 他们现在发现不用周末 平常只要跟着韩国瑜 真的就有钱赚 所以他们就自动自发的 就是组了车队 因为注意到你老公在高雄 不管到哪里 都有车队跟着 那都摊贩 他们知道今天在哪里有活动 他们就先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真的就是 祸处的去 人进的来 好 那他的一场一场的 这样的一个造势活动 你看到全台湾各地的 甚至于有海外回来的 那表达对他的这种的支持 你作为一个配偶 你在旁边看他 他到底什么样的一个 特质跟条件 吸引了这么多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韩国瑜现象是一个像是 像是宇宙中一颗星星的爆炸一样 为什么 我有时候看到 这么多民众对他 这么高度的期待 我刚开始真的 我会很纳闷 然后呢 接下来我会觉得 我也会有点 我有点惊恐 因为我跟他说 你这么 现在这么高声量的支持你 你要小心 这个我们看到的历史以来 从台湾这几十年来 被这么高声量的支持 后头如果一转 有可能是高分贝的 那种责备 你就可能会承受不了 所以其实他自己 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他说那是当然 把在眼前就有几个例子 那我觉得现在民众会有这样的机器 他举了哪些例子 好讲嘛 从蓝绿两党都有 你说说现在开始嫉妒他 酸他会伤害他 对啊 蓝绿两党也都会有啊 那以前看过蓝绿两党这么像被英雄士的支持的 然后到现在 那这个过程嘛 那个发展 你就会发现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似乎是忘了 当时这些人支持你 最初中 他期盼的是什么 那我也相信 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想要去做好 可是我不懂 为什么到最后的落差都会这么大 那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跟着大家一起谩骂的人 也许到最后像绿军以前的陈总统 蓝军的马总统 那我其实那时候看到他整个就荒腔走完的时候 我那时候只有沉默 我就不想再管了 我觉得我们是做好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没什么期盼 那他当然这个过程 他自己像我们 我看到到现在 我看到现在我觉得 我觉得是台湾 台湾其实已经不止只有两年 台湾其实是长久以来 几乎都是停滞不进步的 那这种停滞不进步 我觉得老百姓 他是慢慢慢慢在累积 尤其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内敛 任性又强 就一直忍 我觉得大家会一直隐忍 一直隐忍 隐忍到最后 当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 有人可能忽然间一个不小心 他到底是不是那只火柴棒 还是那个银 对他真的是那个火柴棒 一点就不得了了就爆炸 那那种爆炸其实 我觉得他不会一直把它全部想象成 是他对他自己个人的支持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的是 其实那是老百姓在找一个宣泄口 他到底在宣泄些什么 那我觉得他的特质是给人感觉就是说 我敢为 我敢讲之外 我也敢为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很多人会说他只会脸销为 那脸销为 即使脸销为也要有本事 他事实上是一个论述能力相当不错的人 是的 这点我高度同意 只是我觉得他更懂的 如何用庶民语言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在经济学上的 在政治学上的 我们很多的理论 那么你如何把它转换 你不是在学术殿堂上 你是必须要对普罗大众 那你如何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来表述这些 那我觉得这一点他是做得很好 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 他事实上在以前 他的表述能力都一直很不错 那么经过他自己本身 从高潮一直跌下来了以后 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感慨会更多 然后他自己本身 人是这样子 在这破茧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觉得他这一点的这种任性 我其实也蛮佩服他 你 不要以一个候选人太太身份 你认为他 有能力去 解决高雄现在的困境 能够会是一个 如同大家初衷所期待的 那个高雄市长吗 我不敢 我不知道能够达成到多大的指标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借局礼局的人 也就是说他今天如果 让他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他会即刻左手 就开始从短中长期 从各方面开始在左手来做 因为现在民众最需要的是 我如何在短期之间 能够进现金 老百姓的收入 即刻能够看到 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 那当然慢慢就有很多的配套 可是我觉得 他是一个做事情 跟他所有整个在 在计划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 他其实自己的脑筋 你看他一眼的时候 他其实在脑子里 已经可能转了十次 那我比较担心的是 是不是到时候 我觉得民众的支持度会够 会够他这个力度来做改革 但是我觉得 台面上到时候 你在盘根错节的部分 不管是蓝啊绿的 这些人 能不能真的打从心里 去支持他这样的改革 我觉得这倒是会是他比较大的困难 对你讲后面这部分 就是政治当中会让他讨厌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从他现在 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韩国瑜成为一个现象 有这么巨大的一个覆盖的效果 那里面所以 那就是你刚刚讲的 那个压抑了多久的期待 找到了一个一个出口 那种大汉之望于你的那种的感觉 当你突然间给大家水的时候 大家当然很感激 可是能不能够止渴 你后续要能够提供东西 那个期待值太高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他会当选 但是当选了之后的 后续的整个大家的期待 他要能够快速的去满足 然后能够继续让那个希望 能够像选举过程当中那样燃烧 那个难度非常高 韩国瑜的考验是如果他当选 当选之后才开始 坐在我旁边韩太太 我的老朋友李嘉芬 对我来讲他是李嘉芬 他不是韩太太 因为我认识他们两个人 是在分别不同的场合 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回头之后问你几个政治问题 进网告回头聊 8点52分15秒 你在书听的飞电波网飞的早餐 我是唐湘龙好 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的现场 那我的老朋友 不是韩国瑜的太太 我的老朋友李嘉芬 对我来说跟李嘉芬谈教育 比跟韩国瑜谈政治要开心多了 这个我相信李嘉芬会同意 对谈教育 我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的 一些想法跟好奇 好但是当你现在即将成为 韩国瑜太太的时候 两个人两个人又要 又要合为一体 将来一定会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问几个政治问题 一个就是 我想从台北的角度来讲 他一直没有上来 跟丁守宗有任何的合体的情况 这个当然是在台北 在政治当中来讲 有很多不断的在里面 在想要去挑拨一下 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 他和柯文哲之间 那因为过去的共识的关系 这个人之常情 所以其实丁守宗也讲过 他并没有要去强求韩国瑜如何 那韩国瑜到底如何 看台北的选举 他有跟你谈过吗 台北这个选举 事实上真的 他自己选的也很忙 只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一直 当然很多人就会开始 告诉他说 你不能上去 有人说你要上去 他事实上一直在做这个挣扎 那怎么办呢 一边是党内同志 一边又曾经在过去共识的这段时间 也曾经两个人的相处的感情 也都还不错的 而且他也算有一段时间 相当支持他的 那他其实在左右摇摆 那那个时候 其实他有忽略掉 那个空污游行那个部分 那我们那时候 就在有的人就说 没有关系 这本来一一一要上来的 对 那后来 那是党部安排的 对对 但因为空污 空污那个游行 也不是我们安排 那是一个团体安排的 所以当然 大家眼睁睁的 就会看着两个候选人 你到底出不出席 那他说那空污这么严重 也没有理由不出席 那个OK啊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空污指数 高雄现在的空气这么差 很糟糕 你做一个高雄候选人 你当然应该表态啊 对 但是我始终 其实在我们夫妻 我们始终都有一个观念 我觉得选举是一时的 是的 maybe在很多政坛的人 不会这样想 可是我 我觉得他尝尽人间冷暖 那再加上我觉得 我从我以前 我们家的这种个性 就选举是一时 但是我非常重视的是做人 我觉得一个政治人物 尤其在现代这个政治人物里面 他这个传播这么快 你的人格特质 应该会影响了你整个 选战的一半以上的胜算 所以我就说 我觉得我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当然他也会一直不断在谈 我说做人的原则不能背离 你如果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或者你是一个墙头草 我觉得这个部分 都会让人对你打问号 因为毕竟你要施政 你要执政 你要面对这么多群众 我觉得如何取信于民 如何取信于人 是最重要 所以我其实从头到尾 我都觉得 就是包括他们有的人说 你为什么去站什么台 怎么去逃人 那么累了你还去逃人 可是他其实他开中文也讲 陈学生是在他最落后的时候 对他其实是最温暖的 什么事情 其实我虽然办交易 我很少去拜托人 来公部门做什么 可是碰到什么困难 学生都会说 你为什么不找我 你们为什么不找我 那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很感动 那当然林芝妙 林建长那边他 这个部分就是 他会觉得说 一个女人这么早的 就是单亲家庭 带了四个孩子 我觉得我看了 都非常 对他觉得我非常感动 我说他有很多原因 为什么他会去 所以我觉得在台北 真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也相信 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独立作战的能力 当然 还有我觉得那个竞选团队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竞选团队 我们昨天我们一群小编 还在开玩笑 我们那一群小朋友就说 他们对手都说 我们有千军万马 真的到时候选战站出来 我们没有错 我们如果站出来说 我们有千军万马 真的没有人会相信 千军万马是在马路上面 感谢李嘉芬来 谢谢